我那時候覺得 他是不是覺得 我們有小朋友 就是想問這些小朋友 就不太好 有可能 我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要送T鼻毛器 為什麼他送T鼻毛器 第一次見 沒有 我剛才 我都試過這種事情 然後就卡住就壞了 原子傳廷軒成團送T鼻毛器 林家成被封 顏值天花板超享受 Be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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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少年19號播出最新一集 既成林家男孩都不林家了 才剛完成的千人粉絲見面會 團圓已被台下給力的應援感動哭 我們是去榨場的 非常感謝各位粉絲有幫我們這樣子應援 他爸媽不管對誰就是 只要他說 大家好我是Max 然後爸就 Bedys Bedys 但時間 我成長他們也都有看見 因為他們 昨天就 有的考慮 他要給我零用錢加錢 是解釋是不是 沒有 他們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覺得 就是 感受到很多少女 對自己很瘋狂這樣 對 從節目播出 你覺得你被冠上 年紀天花板這種瘋狂 你都覺得很困擾 我一跳也OK 唱這也OK 我會不要一直這種泡的點 我覺得還好 因為 他們真的 就既然會被講 那就是 可能 其他東西真的還不夠 錄完影之後回家我就想 誰今天在舞台上是讓我最印象深刻的 然後我就會去列那些名單 明天花板這種 有 你的名單是 你的表情做的很 本體腳叫成很加分 那其他有那個名單嗎 我比較少 不要 點 口白喔 直覺中口 和你告訴我 你說你不回頭 你的話條落 都成了學衝後 你的手不再用 你的手不再握 都會睜開雙眼花為無憂 一開始我們被 我們跟廷軒分在同一組 因為他那個時候的粉絲數量 就已經有一定的數量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感覺他好像 是不是那種 跟所有人都好好的 然後其實沒有把我們發言歷的 那時候就說 他是不是覺得我們有小朋友 所以想問這些小禮物就 有可能 我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要剃皮毛的東西 第一次見面 我來解釋一下 不是 就是有被粉絲拍到我 鼻毛爆出來 所以我就是非常害怕 因為我對 因為我就是隱隱 對隱隱 就希望大家在上台前 稍微管理一下自己的毛髮 我還沒有用過 因為我都沒有 你沒有皮毛 沒有沒有長出來過 不然你可以剃一下葉嗎 沒有剃 沒有剃 我剛剛 我試過這種事情 然後就卡住 就賣掉 我就是 地球的高材師 對 我以前高中讀 我以前高中讀 然後再來 就難笑 就難笑 覺得還好 我那時候考試A加蝦 好棒 好棒 很厲害 沒有啦 沒有啦 地球學霸了 這是台北的負中的企業 沒有大木子的話 還有大木子 我都沒有看過 他怎麼會被人家 有風格 我都沒有看過 他怎麼會被人家 他怎麼會被人家 有一個人家 他怎麼會被人家 高中在那裡 他怎麼會被人家 他怎麼會被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